内阁改组可能时程就在下礼拜一 9月7号就要摊牌了 现在部分的来营县市首长被点名入阁 也引起了批评了 一直说要当政府乌鸦的胡志强站出来停马 说这个批评的人要适可而止 留给马总统决策的空间 但是台中市政府现在有客源感染的心流感 疫情持续的在加温 上个月所举办的全运会 室内运动的方面可能会采取拒绝观众入场来应应 则强率领市府主管祭拜中原普渡 内阁改组前进 却传出部分县市长可能入阁 胡志强怎么看 大家都应该给马总统一个适当的空间 毕竟他是民选出来的总统 他可以决定内阁的团队 有谁参加 有谁领导 自诩为乌鸦的胡志强 反倒要批评的人适可而止 留给马总统决策空间 我看 揣测也好 或者是建议也好 大概都应该适可而止 对隔院人选乐观 不过新流感疫情持续加温 造成台中市18所学校停课 全运会是否停办 胡志强忧心忡忡 是疫情的需要 可能也会有比赛无观众 可能这是目前的方案之一 另外一切如常举行 新流感疫情严重 市府员工也传出疫情 第一时间胡志强无所窒息 一停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做一定的措施 好不好 那现在公务员 有没有感染都不知道 交道处某位女性客员 上班受检发骚 受婴后确定感染新流感 索性业务范围 鲜少与民众接触 成了市府感染新流感的第一例 专闯连家庆周围的台中 三方报道 好 好 好 谢谢 好